谁能够有办法来调停俄乌两国的分歧 西方国家本来寄望中国 但如今把盼望的目光转向另外一个国家 那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它是北约盟国当中 唯一一个拒绝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但如今它也成了最有希望调停成功的国家 土耳其不愿意制裁俄罗斯 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在于经济面 两国紧密的经贸往来 那么到底土耳其有哪些经贸要靠俄罗斯呢 今天大世界话题我们就带您快来看 我们首先先从谈判开始看起 这样的一场谈判到底在哪里办非常重要 俄乌两国他们都愿意来到土耳其 双方派代表团来到他们都愿意信任的国家 那就是土耳其 那现在第五轮的谈判已经在土耳其开始展开 从三月二十九号到三月三十号 好 那么为什么他们都愿意接受土耳其呢 那又为什么土耳其不愿意跟着北约其他的盟国 共同制裁俄罗斯呢 土耳其的总统发言人卡林讲的这番话 很好地诠释了土耳其政府的态度 他说呢 他们不会跟北约制裁俄罗斯 那他们就问为什么呢 你是北约国家大家要一起啊 他说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跟俄罗斯闹翻的话 那到底还有谁能够牵起那个和谈的桥梁呢 所以他说土耳其的态度就是如此啊 他要负责让双方对话 他认为普丁并不是真的要把整个乌克兰都给吃下 最后呢还不就是为了希望可以在谈判桌上 谈出对普丁更有利的一些外交条件嘛 所以你最终要回到谈判桌 那如果所有人都跟这个俄罗斯闹翻的话 那到底谁来负责谈 所以呢 这个就是土耳其的态度了 他说他希望可以当普丁跟世界跟北约当中的那个沟通桥梁 那除了他说要当沟通桥梁之外呢 我们看土耳其呢还对这些俄罗斯的富豪招手 我说欢迎大家 欢迎俄罗斯的寡头合法的到土耳其来做生意 大家知道当俄罗斯被经济制裁之后 这些所谓的富豪寡头通通都上了制裁名单当中 那很多的俄罗斯的寡头们开始出逃 离开俄罗斯 好 离开俄罗斯到哪里去 大家各有各的去处 但很多到了土耳其 我们来看前两天发生的状况 就一名俄罗斯的超级富豪 他的游艇在发生战火之后 他就出海了 离开俄罗斯 来到了土耳其 那这是一个 那所以土耳其的外长就说 欢迎这些寡头到土耳其来 那你可以来观光 你可以来投资 你也可以就常住在这里 那甚至还有很多俄罗斯的富豪 大买土耳其的房地产 避险买俄罗斯的土地 我买买土耳其的一些房地产 一样在当地制产了 对土耳其来讲 这似乎也是战火当中 他们受贿的地方 土耳其目前的外交态度 那你快来看 俄罗斯飞机缓缓降落 土耳其伊斯坦堡 上头载的是俄国谈判代表 乌克兰河坛代表 则是搭乘土耳其政府专机 两派人马28号飞抵土耳其 将这奥战士进行谈判 这奥战士进行谈判代表 土耳其与俄乌双方保持良好的沟通 似乎看见和平曙光 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 基于外交平衡政策 不会一面倒挺西方 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 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 接受CNN访问时 提到土耳其和俄罗斯 在不少议题上立场相左 口头上力挺乌克兰 维护他们领土完整性 但土耳其不会学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祭出制裁 卡林强调外交手段才是解决冲突办法 需要有人和俄方沟通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一个月 普丁迟迟不愿撤军 欧美国家扩大制裁 甚至瞄准俄罗斯富豪 让寡头们纷纷出逃 英超足球队齐尔西老板 阿布拉莫为其名下 两艘超级游艇 近日分别停靠土耳其码头 受到国际间关注 土耳其外长表示 欢迎俄罗斯寡头来土耳其 这番回答是否意味 俄罗斯人也能在土耳其做宣议 根据房地产上的消息 俄罗斯富豪早就把大笔资金 投资在土耳其和阿联酋房地产 希望为自己的资金寻求避险 多年来俄罗斯人 一直是土耳其房地产的大买家 仅次于伊朗和伊拉克人 加上土耳其当局 替购买房地产的外国人 提供居留奖励 花25万美元买一个房产 并保留该房产三年的外国人 就能获得土耳其护照 让土耳其成为 俄罗斯寡头的避险天堂 在这场俄乌大战当中 土耳其一方面两边不得罪 出手调停 一方面向出逃的富豪招手 吸引外资进驻 将外交平衡政策 发挥得淋漓禁距 三立新闻业立委报道 好我们看到土耳其现在的一个态度 他说要当起这个普丁跟西方国家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但是呢 让土耳其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的背后 其实是因为经济因素 我们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呢 是高度的依赖俄罗斯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现在土耳其的经济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在历经了疫情 那么这个土耳其的一个内政 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疫情导致了这个土耳其的货币里拉暴跌 在疫情当中 你说哪一个国家的一个货币贬值到 跟币值差不多 那你应该就要立刻想到 那就是土耳其了 土耳其的一个货币在去年 这重贬了44% 你说一个货币贬个几分 那都很多 他贬了44% 而且他们的通膨 你看我们最近在讲通膨 那全世界通膨 哇好可怕 超过3% 你就觉得Oh my God不行了 要升息 他们的通膨是36% 很可怕 19年来的新高 而他们的失业率 也都是十几 二十几 三十几的 很可怕的一个失业率的数字 那在这样的一个内政 这样的一个经济岌岌可危的状况底下 你现在要他去经济制裁一个 他仰赖的一个国家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来看他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经贸往来 到底有多紧密 首先一样跟欧洲国家一样 那就是天然气 天然气有半数是俄罗斯供应的 之前公然说他不可能断掉跟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一个交易是谁 德国 因为德国是全世界跟俄罗斯买最多天然气的国家 那德国之后第二名就是土耳其 他也跟俄罗斯买好多天然气 再来俄罗斯帮他建核电厂 在土耳其第一座的核电厂 是俄罗斯帮他给承包下来帮他新建的 所以他们双方在能源方面的一个合作是非常非常紧密 再来一个无可替代的就是粮食了 这个小麦 大家知道土耳其很多吃面包 他们的小麦有66% 三分之二强都是从俄罗斯进口 你说这种三分之二的一个缺口 你一下子说我要去跟别人买 谁能卖给你 这是一个很大的份额 再来就是很重要的观光产业 土耳其的观光产业 俄罗斯的游客占了其中的一大半 50%的外来观光客都是从俄罗斯来 光是最近在打仗 在土耳其境内的一些观光相关的一些产业 都已经说天哪完蛋了 他们的一个收入可能会出现很大的一个缺口 所以你看到他们非常紧密的一些经济合作 还包括观光业都是要靠俄罗斯的 那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土耳其的平衡外交政策 他不想要太靠美国太靠北约国家 同时间他也不想要太靠俄罗斯 于是他是北约国家 你想当然而他应该要跟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密 但是在过去几年你发现 土耳其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 于是土耳其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张牌 就是俄罗斯 他靠向俄罗斯 他只稍稍弯过去一点 哇那美国就紧张了 他怎么个弯过去法呢 跟美国弄不好 于是他就找到了俄罗斯 跟俄罗斯买S400的飞弹系统 你说一个北约国家 跑去跟俄罗斯买这个飞弹系统 当然立刻触怒美国 让这个土美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这个平衡外交呢 除了跟俄罗斯之外呢 他跟乌克兰之间也是一样 其实乌克兰之间 他们也维持的很好的关系 所以在这次的大战当中 你就看到土耳其 他也说我没有不挺乌克兰 我也力挺他维护领土的完整 同时呢 土耳其也提供乌克兰无人机 然后呢 这个提供他数亿美元 跟西方国家立场是比较相近的 就是我挺乌克兰 但我不愿意谴责跟制裁俄罗斯 所以现在的关系是这样 那土耳其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平衡外交 到处周旋 希望呢 可以从中获取他最大的国家外交利益 高举反战标语 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 不断传来反对俄乌战争的呼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不止两国人民受影响 其他国家也因此受害惨重 农夫实在好无奈 番茄不能卖到俄罗斯 只好以低价卖给国内市场 大大减少原先收益 俄乌战不止冲击农业 土耳其观光业也惨兮兮 饭店大厅空荡荡 以往该是旅客急爆的盛况 现在已经看不见 土耳其南部度假圣地安塔利亚 过往半数的外国观光客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 如今全都来不了 当地相馆老板 你看我我看你 没了观光客就等于没了收入 整体来看 俄罗斯是土耳其 进口贸易伙伴的第二大国 贸易依赖程度相当大 除了观光业之外 俄土在许多领域存在合作关系 土耳其首座核电厂阿库优电厂 由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成建 第一座反应炉预定2023年运转 同时土耳其半数天然气供应来自俄国 不只能源依赖俄罗斯 土耳其的小麦与相关制品也高度依赖俄国进口 约占66%的比例 因此俄罗斯可说是土耳其的粮仓 两国的经济关系紧密 军事上也有武器买卖 身为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却不甩美国抗议 2017年与俄罗斯签下S400防空飞弹系统的购买合约 此剧可是让美土关系面临紧张 我觉得既然武器交易 它肯定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易 它是富有政治属性 也承担着非常大的外交的这样一个功能 从这一项去看 我觉得土耳其现在 与其说是中情于S400 不如说是中情于俄罗斯 想利用俄罗斯作为一张牌 来使土耳其在 不仅仅是土耳其与北约之间 与美国之间 同时也是凸显土耳其 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土耳其脚踏两条船 向俄罗斯买S400 也同时等待美国交付百架F35战机 让人摸不清头绪 那么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 除了正常的其他的 像包括能源的这种往来 商贸的这种往来以外 那武器交易作为一个 非常能够体现双方这种紧密合作的 双方这种互信程度的这样一种商品 那为什么土耳其不错 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S400所承担的 与其说是土耳其防空的需要 不如说是土耳其在中东游戏 和作为在中东一个主要玩家的 以承载他的一个政治上的 经济军事方面 二途两国分不开 特别是土耳其国内经济 受到新冠疫情重创 里拉重扁 通膨率暴增 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经济困境 如今又受到俄乌战争拖累 土耳其只好出来当和事佬 希望战争尽快落幕 三立新闻夜里为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